好 影像處理作業的第一步 先拍一張自己的大頭照 拍完之後呢 點選 相片庫APP 然後使用這個 剪裁功能 那麼我們需要 學會 只擷取自己需要的部分 那我們這次作業的要求是 只要你將頭部大頭照剪好就可以 好 按完成 按儲存 好 第一張照片就完成了 接下來第二張照片 一樣再拍一下自己的照片 好 這時候你需要搭配一個叫去備處理的網站 在網路上有非常的多 你可以選擇去搜尋 或者直接使用這個remove.bg 它是蠻方便的 雖然功能也蠻陽春 Upload image 就將你的相片上傳 那你的相片其實是存在 Chromebook裡面的攝影機資料夾裡面 好 找到你的相片放上傳 那這個網站蠻厲害的 它可以很快的將你的背景去除 好 下載 這樣就OK了 那下載的照片是會放在 雲端硬碟 雲端硬碟的資料夾裡面 OK 看到了 接下來第三張照片需要做合成 那它必須要運用到兩張的照片 所以你必須要拍兩張照片 好 那麼拍的時候 第一個 先讓自己在畫面的一邊 先盡量不要超過一半 好 你可以擺一個姿勢 好 我們先只拍一張 好 那麼人動 攝影機不動 再拍第二張 好 隨便拍 OK 好 現在有兩張照片了 接下來 同樣的是使用這一個去背的 這一個網站 好 上傳 剛剛 我們剛剛講 它是在攝影機這個資料夾裡面 我們先把第一張照片上傳 先做去背處理 你發現它真的是蠻厲害的 一下子就幫你去背了 當然它也是 還是會有一些些小小失誤 OK 好 很快的去背了 好 接下來我們要使用這個 Edit這個功能 Edit 編輯 點下去 好 那平常自己在玩的時候 你可以隨意的 將某些照片當成背景 把它貼上去 就好像是你勝利其境一樣 那這一次我們是使用這個 Upload Background 就是將你剛剛拍的另外一張照片 當成背景把它放上去 OK 好 那就產生了合成照片 你的效果 一樣 Download 下載 同樣它還是放在你的雲端硬碟資料夾 OK 好 那麼等一下將這兩張 還有前面的大頭照上傳就可以了 好 那因為我的這個 需要稍微處理一下 我的檔案是放在雲端硬碟裡面 那我將這兩個檔案 好 把它 Copy到攝影機這個資料夾 好 那等一下我就可以將這個檔案上傳 那我們來看一下 繳交作業的方式其實也很簡單 好 進入到你的作業裡面 好 繳交作業 那你就新增或者建立 用檔案的方式 那第一個檔案是在 這個剛剛說的 攝影機這個資料夾裡面 好 大頭照在這裡 那麼 第二張第三張 剛剛講其實是應該在雲端硬碟 好 因為我這邊有兩個帳戶 好 所以必須要用先複製出來的方式去 好 OK 第二張第三張 你可以用雲端硬碟 或者我這邊使用的是檔案 好 將第二張第三張的去背照片 好 這張是去背照片 然後呢 這張是合成照片 兩張可以一次上傳 好 那上傳完之後 好 OK 這是大頭照 這個是去背照 這個是合成照 OK了 就按繳交 好 作業完成 好 我們的第一份影像編輯作業 就在這邊這樣就結束了